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这么闹掰了 下了节目后两人集经纪人和粉丝 团还在微博上隔空开撕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当时在节目中 他们两人提前一天到达录制现场 练习演绎不同的角色 孙倩在练习过程中 一直低头钻研剧本 甚至还对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合作过程中对战消费反应也颇为冷淡 导致他排练时间不够 张小斐在排练中 屡次对孙倩提出各种解决办法 多次请求对戏 但都被孙倩拒绝了 张小斐甚至对着镜头直言 孙倩就是不搭我的茶 最终因为演练时间过短 张小斐被击哭 二人呈现的作品 也被导师批评 合作看不到任何默契 其实除了孙倩张小斐 还有很多明星在同一档节目中本是搭档嘉宾 但因为各种原因突然闹得不愉快 下面就带大家排点下载综艺节目中公然闹呆 并且红豆娱乐圈的明星 看哪些人上榜了 第一队 郭静宁与魏昆琳 2016年 两人参与最强大脑的录制 在节目中 嘉宾需要连评选手的表现 决定选手的去留 在某一个选手上台后 郭静宁和魏昆琳对他的表现 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看法 两个人因此争执 起来 争论从一开始的辩驳慢慢演化成争吵 魏昆琳因为一时气急 就说出了和郭静宁争论 好像和一个女人一样吵架 这让郭静宁瞬间脸色大变 一下子凝沉下来 在后面的节目中也鲜少讲话 现场气败极度尴尬 第二对 谢霆锋与陈坤 两人在2013年的快乐男生中担任导师 进入全赛阶段 陈坤在一位选手 唱歌的时候 喊了谢霆锋几声 但谢霆锋没有回应 一气之下 陈坤就把耳机凿向了谢霆锋 现场观众全部乐然 直播也受到了影响 主持人询问过后才知道 陈坤砸耳机 是因为看谢霆锋不答应 自己认为他在耍酷 而且戴着墨镜也是对选手的不尊重 而谢霆锋解释 说自己只是听个太认真 没有在意到陈坤的招呼 但因为普通话不好 也不方便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现场局面一度混乱 好在陈坤及时出面几位 才让比赛继续进行 但二人的梁子也算就此结下了 第三队 乐佳与金星 这两个人都算是娱乐圈 感觉说话的代表 碰到一起却变成了血火不容 在超级演说家节目中 两个人都是选手导师 当金星听完乐佳 带领了某位选手 发表的演说之后 脸色沙石变得十分难看 他细利地点评说 这个选手表达极不真诚 所有的演讲内容 汇聚在一起都是虚假的 还一直其余倒是乐佳 是一丘之和 乐佳听后就不高兴了 立刻出面被爱图几围 但他得说辞 却没能得到金星认同 二人也因此争论起来 争吵过程中乐佳 甚至还用小台剑暗放金星 进行听完脸色道变 立刻回队说了家是死兔子 激烈的辩论史的节目中只录制 在场的嘉宾和观众全都猛了 虽然明星开四会给节目 增添一些话题和讨论度 但还是希望能够多多看到一些正能量的爆点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佐听用 为Gs 刊登 里面 静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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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